把冰淇淋拉得长长的 延展性非常好 这是土耳其特有的冰品 在台湾常能看到 但如果是甜点可就少见 这一块块像方块酥的 叫做拉克拉瓦 面皮相当薄 用各种果干做成 吃起来甜甜的 是土耳其必吃的美食 现在他们最大的连锁甜点店 要跟东元集团合作 在台湾开店 未来还会进到 东元旗下的摩斯汉堡 摩斯汉堡我都跟他们交涉 所有的店头 是不是也卖我们 土耳其这些东西 对大家就比较方便 在土耳其 每年光是冰淇淋 就要卖出500万公斤 而且冰品要用刀叉才切得开 入口后相当绵密 搭配甜点 吃起来甜而不腻 现在进军来台 要抢供甜点商机 不过南桥早在几年前 就引进俄罗斯冰淇淋 这款冰品是由纯奶油制作而成 吃起来浓浓奶香味 可是习近平最爱的甜点 饭后当然少不了俄罗斯蛋糕 这个饼皮它是用蜂蜜 去做成的一个饼干 然后中间是用卡士达酱 就是看准台湾人爱吃甜点 一年能产生600亿商机 也难怪不少企业 都想带领合作国外甜点店 卡位这块市场 三地区的林松斌秋子林 台北报道